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粤港澳联合承办2025年第15届全运会 这将是香港澳门回归以来首次共同举办全国性的综合体育赛事 日前正在陕西参加第14届全运会的澳门体育记者协会理事长方念香告诉记者 澳门参与承办全运会将为当地全方面发展提供机遇 无论是体育在文化在市民 回归第二年澳门首次参加了全运会 此外澳门还承办了那届全运会曲棍球和武术的预赛 2005年澳门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 这是澳门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方念香介绍快速发展的体育事业也为澳门承办全运会提供了基础条件 在第14届全运会上澳门代表团共有102名运动员参加17个决赛项目比赛 方念香对本届全运会的防疫工作志愿者工作颇为称道 他认为陕西经验将为下届全运会筹办工作提供借鉴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省市的运动会搞得非常好 而且防疫的工作亚洲的很到位 好像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测温啊其他方面 省市的每个地方基础者工作者啊 好像我们全运村他们的安排都非常周到 所以我们只是点到点的封闭式的管理 但是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 在此前几日进行的空手道男子个人型比赛中 澳门选手郭建恒收获一枚铜牌 这也是澳门代表团参加全运会以来的首块奖牌 我们觉得这一个铜牌叫奖牌 对我们澳门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澳门历史上参加全运会第一个奖牌 对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未来的体育发展打了一架强心机 也希望在沙伊家全运会都能够办得更好 谢谢大家